108之後單位跟組別升等 自動就全部幫你帶過來了 可不可能可能也一樣的道理嘛對不對 因為後面這些 就是A欄觸發了對不對 觸發之後裡面呢他會自動幫你去抓 108A跟E自動幫你帶出其他資料 那這個工作上面其實用到的也是類似的方法也差不多 怎麼做我想各位也可以 可以再把入門範例這部分再試一下 如果有時間的話可以再 再試一下 那因為這個剛剛講那個入門範例那個部分我其他地方上課也有交到也有露營檔 也有參考 所以我也會把它貼在論壇裡面好了給各位自己回去再看 不然那部分沒有太多時間跟各位講解 好那這個部分的話是 第一個就是完成了所謂的那個這邊的自動化 那再來的話我希望怎麼樣再來就是說我希望把它變成表單 因為其實一般工作表上的自動化其實也是一種需求啦 可是我覺得如果你經常在輸入大量資料的話 每天都用我建議還是做成表單 比較不容易犯錯 為什麼因為表單就focus在這個表單上面 你不會 不然有些人他就給你故意空一列 這一列到底在幹嘛 對不對 你就會產生資料上的問題 所以呢如果我說我今天呢 希望把它變成表單以後呢 就集中在表單裡面做輸入的話 那我的需求大概是這樣的就是說我會需要有五個 就是我的蘭桂名稱 然後呢 一樣是夏拉 那接下來呢就是 品名跟地區 那我